参众两院能够及时的通过这个报告 实际上从这个现象 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问题 共和党几乎是没有砝码 很简单 因为共和党拿出的是 基本上主线是两个砝码 第一个砝码就是 对俄乌冲突乌克兰的援助 援助款 这是第一个砝码 第二个砝码预算削减30% 这个民主党反对都不用反对的 把所有的账单摊在共和党面前 来你看你要削减哪一块 在现在如此的这个 即将进入这个所谓的 这个选举的情况下 共和党也无法砍下这一刀的 因为如果砍下这一刀的话 那共和党未来就不用选了 第一个你这个 就是关于这一次这个停摆 如果停摆 你不提供费用的话 那么整个 它里面讲的很严重 超过200万现役和预备与军人 将不得不无薪工作 拿不到薪水 在美国的话 当兵的拿不到薪水 是一个什么概念 这个是绝对是扰乱军心的问题 那么另外一方面 对于俄乌冲突 永远跟乌克兰站在一起的 这个信念会被摧毁掉 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 外部的报道 包括共和党 民主党 部分的这个意见领袖 都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了 美国人的利益很重要 美国人民也需要幸福生活 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对于这个乌克兰援助的 所对应的反面 所以从这一次来看 共和党几乎是没有任何重大的砝码 去砸民主党 你说不给 那就不给了 但是你不要忘了 联合国众议院刚刚 在这个众议院 让泽伦斯基讲过话 对吧 就是说我们永远跟你站在一起 但是您的预算 我们要慢慢考虑 至少他是讲站在一起 这是对于美国来讲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刚讲的 消选预算 谁都不敢动 因为现在都在过苦日子 不是像以前有钱的时候 你不能乱用钱 这个钱不能乱用 那个钱不能乱用 现在就那么一锅 就那么一点点 要削减 削减谁 我当时看到说 削减30%的预算 我认为不可能 我认为不可能 真的是不可能 这个30一削减的话 你削减谁的预算 预算的养老金 养老金 儿童福利 妇女福利 救灾 这次关于救灾的这个款项 总算160亿下来了 美国受到台风的 那些摧毁的房屋 还有夏威夷被烧的 到现在一分钱还没到位呢 这个节奏非常满 那这160亿虽然下来 什么时候普通的住户 能够收 能够拿到手里 还不一定 所以说在这一点上 共和党是没有方向 那么我们从这个现象 来看另外一个本质 就共和党不可能 永远没有工具的 怎么办 第一个在俄乌冲突方面 共和党要拿回话语权 共和党拿回话语权 唯一的方式 就是跟川建国一样 24小时停火 这个就是要拿回话语权 还有一个 就是对中国的遏制 共和党要拿回话语权 因为在这一次 联合国大会 包括他们开的一些 会议以外的论坛 提中国提的并不多 感觉不多 实际上他们现在 正在续集力量 要拿回这两个话语权 当然他拿回话语权的本身 是为了选举 你美国 这个你拜登政府 跟中国走到哪一步 你走的太快 他就讲你不够强硬 这就是共和党的策略 我们接下来可以关注 在这两个方面 就是共和党如何拿回话语权的问题 甚至于在一些特殊群体的 不是消减预算问题了 在一些特殊群体的一些补偿方案 一些费用的支出 我认为不会减少 还会增加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一定是这样的 不然共和党手里没有牌了 在众议院上面 民主党提出来 共和党要举起拳头 我反对你 大阔老师你想想看 你共和党反对什么 来说吧 还有这一次川建国同志 在搞竞选讲话的时候 我们也要关注 他的牌非常少 而且就是基本枯竭到 变成纯粹的反拜登 目前的政府 而没有真正的逻辑 关系在里面 所以这一点实际上 最近一段时间 感觉上共和党比较太平 太平的原因在哪里 太平的原因是 他们正在继续力量 把话语权再重新拿回来 那么未来 一旦进入美国选举的话 对全球 对未来的经济复苏 显然是不利的 对中美关系的 继续往前走的可能性 由合作共赢 但是什么时候 能走到合作共赢 我们慢慢再观察 就像王毅 见那个鲍尔森一样的 见那个就是鲍尔森基金会的 因为他们基金会的人都来了 鲍尔森本人也来了 美国前外长 希望他能够在中美 关系这个环转的方面 能够多做工作 这个工作是什么 建设性工作 建设性是什么 请多讲真话 除了这个以外 没有任何的表述 那也就是说 美国走到今天 特别是在选举年 我们不要有更多的 祈求和希望 但是意外的情况会发生 会可能 俄乌冲突 可能是一个重点 看看共和党 能够拿出多大的力量 大卫老师 共和党能不能够拿出什么力量呢 我是觉得除了民粹以外 真的是比较难一点 因为大家看到在他当年失去选举的那个就输了选举的时候 在国会山庄 那个情况是我们历历在目的 对啊 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他真的要拿出什么样的板斧出来把我们说 对吧 那只有一点就是俄乌冲突 要把它解决掉 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中国的制裁要比拜登来得更厉害 这是美国可能会做的事情 这两件事情以外的话 他对自己国内的经济问题 其实在当年特朗普在新冠疫情的时候 已经是千苍百孔了 那个苦果一开始 就这种开始衰弱的一个情况 一开始的话 是没有办法回过头来的 我们经历过中国很多的朝代 都看得非常的清楚嘛 当你的朝代一发现这种衰败的一个情况 你如果要忠心 那很困难 那美国有没有忠心的时候呢 有 在雷根的时代 他就是一个忠心了 在克林顿的时代也算是吧 这两个世代 其实我们都看到 美国人的生活其实是过得挺不错的 那接下来 其实你就看到 每下愈快了 在 你看到特朗普 到现在拜登 你这将近 七年八年的时间里面 美国老百姓的生活 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差 这一种的差不是一般的差 而是一种呢 在中国的古代的时候 有点像灭国的那种感觉 正走在路程上面 而且他自己是不知道的 千叉百孔 什么问题都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